你两位哈 今天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孔素是吧 对 说说吧 我和他相识是朋友介绍的 婚前吧 我自己有一个培训中心 就做艺术培训的 对 我就是一个很小的店 它本身是叫家子谷的 在我们那一片就是有一点小名气 我就邀请他到我店里来 给我叫家子谷 就这样我们俩一来二去的 然后就是 就出出感情了 最后就走到一起了 可是后 最后呢 我觉得他就全都变了 总是有一种 就好像寄我篱下了 或者吃晚饭了 他现在总是要自己出创业 做一些小商小贩了 做一些副业 他做什么副业 现在他就是住了一个小店面 卖水果 或者是一些小动物啥的 这不是也挺好吗 上课的时候 上课也去上课是吧 对 你看 但是他不挣钱呢 原来我是一个小店 我自己可以独立经营 但是自从我们俩在一起以后呢 因为我们俩就打得很默契 然后呢 学员越来越多 也从就是小店 现在换成了一个相对而言 就是还算有一点小规模的 这么一个店铺 但是学生 由于学生越来越多 很多事情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管不了了 你比如说学生考级了 比赛了 包括一些排练演出了 很多很多事情 我都管不了了 但是他自从干了这个水果亭子以后 起早摊黑爬半夜的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不回家 因为他要守在那个进货的地方 去抢一些什么 就他说的什么 就是下车的 投一车货呀什么的 就是我和他见面很难 我们俩沟通 只能通过电话的形式来沟通 有的时候就打电话 他那边正在忙 我这边很忙 我要挂了电话 就都是这种形式 所以很多事情他帮不上我 往我这边干着急 不是您在招其他的员工呢 我现在自己也有一个小老师 但是呢就是 没有那么默契 然后很多东西 就我们学音乐的吧 可能对电子的东西 就本身就是个小白 但他就弄得很明白 所以就我对他的依赖 比较深厚吧 就是一些电子的 比如说做什么软件啊 或者表格 所以您的想法是 觉得丈夫内心感受 寄人篱下要单独出去创业 对 这是您的想法 对吧 对对对 是他说的那个吗 应该有一部分原因 我不否认这个 然后再有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孩子也逐渐长大了 需要钱的地方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的收支吧 不能说是不平衡 但是是一个稳定的阶段 照我们这么下去 是咱们下钱的 嗯 我想的话就是用其他的方式 就是能不能我们多赚一些钱 给未来存一些积蓄 嗯 本身我们两个就是工作都很忙 嗯 原来呢就可能我更专注于在店里一些 然后他更专注于在家庭一些 那现在整个人 我们两个现在都已经到外面去了 他又通过别人呢 又听说什么 骂这个小动物啊 挣钱 嗯 他又在家里整了很多什么鸡呀鸭呀 兔子鹅呀什么的 你知道 整那种小的小动物 嗯 然后你说这卖不出去 他就要拿到家里去 现在家里弄的满地都是什么鸡屎啊 兔子屎啊什么的 我回家那个地呀都沾井了 我就现在导致我现在已经不能回家了 就我要住在我妈妈家 孩子呢 孩子也在我妈妈家住啊 因为你想家里全是这些东西 他有细菌呢 他又不能及时的清理 我个人认为既然我既然去做这件事了 我可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达到更大的营收 然后这时候的话就是说是经朋友介绍 然后就是卖了一些小动物 但那个说 纯属于是特殊情况 不是说是常态化的 就是那几天正好的话就是没卖出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的话我带回家了 但是现在已经收拾好了 那再就是孩子的问题 就有一次吧 我跟他收好了 因为当天嘛我妈没有同学聚会 然后呢不能接孩子 我呢地儿里的课都是晚上的课 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是孩子放学了以后 我这边开始忙 所以那天就没有时间去接我的孩子放幼儿园 跟他说好了他去接 结果呢就是孩子放学了以后 半个多小时以后原来老师给我打电话 就说今天晚上谁来接孩子 孩子现在园里就算他一个孩子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就不接了 怎么打都不接 后来我没有办法我跟你学生这样说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父亲没有去接到孩子 我必须先让我赶到幼儿园去接一下孩子 我去的时候就是孩子一个人啊 在幼儿园的收发室 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怜 然后他就总是在以为地跟我说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很忙怎么样 是忘了吗 因为说那天的话就是真是特别忙 导致那个时间忙忘了 晚了半个小时 你急吗 我急那是我儿子 他每一次都说他急 那你说要不是忘了的话 那我到的时候他还没有到 而且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急 还干过什么让你糟心的事 反正就是我就自打跟他结完婚以后啊 结婚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结完婚以后呢就变得很抠 抠到什么程度呢啊 就是我跟他去吃饭 我们俩已经定好了 就是今天我们俩没有什么事 然后孩子没有父母带 我们俩过一下暗人世界 去吃饭去看店 找饭店他就开始翻转价 各种对比 就是每一次啊 就是他找这个东西 要找半个多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我就在旁边等着他 就最后他找到了 我已经没有想吃饭的欲望了 再就是上商场 有一次我去跟他上商场 就我看上一条裙子 然后我就说 我想买这条裙子 才四百块钱 不行 他就跟我说 啊你看啊 那个这个裙子啊 我给你拍个照片 然后我们两个在网上 就搜一搜 同款的又怎么样怎么样 又便宜很多很多 就是女孩嘛 就是那种心理 然后我就心理就是 落差很大 不能平衡 因为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成家了 不像我们原来 你可能说 我现在对物质的需求 不是那么高 然后我现在想做的 就是说一些 买一些性价比的东西 你因为说你现在 网络购物这个东西 确实很发达 因为说他没有人工费 和店面费 他的成本会降低 我有一次跟他吵架 也是因为我买东西的事上面 就我想买 我这个人马上 那就是我想买的东西 你不要我买 我心里总是拱拱收手的 我可能会当时找了一些茬 然后我们就两个人 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都是当时已经 晚上已经12点多了 我们俩还在外面 他开个车门就走了 我以为他最起码 他会给我打个电话 是不是我回没回想 或者是他会就是生气了 可能下车抽根眼 或者他留的一圈 他是不是就回来找我了 因为当时已经很晚了 没有 我等了40多分钟以后 我给他打电话 一人在家 刚好我已经到家了 我已经休息了 是他 就是让我走 这是第一点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 对 你下车走 是吧 然后本身 我们停车的地方 就在家小区楼下 这时候我是什么呢 我是认为他会回家 我那时候 我是先走到家楼下 找个草丛 我猫起来了 然后我等着他 我看他回不回家 然后什么时候能回家 如果他回家 我就不回了 我就是放心了 你漏掉了很多重要的细节 车停在自己家的小区里 和停在马路上 这个主持人我要更正一下 不是小区里 是小区外面 他离我家小区很近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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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在家门口吗 说白了 但是你要知道 我进到小区里的话 还要走很远的距离 才能到我家那个楼下呀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希望得到一个男人的呵护 是吧 对呀 没呵护到 对 啊这个伤了心了 还有伤心事吗 再就是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嘛 是不是 毕竟我们俩还是个男孩子 男孩子很多时候 他是需要父亲的陪伴的 嗯 我有的时候吧 我的课就比他多一些 是他的几倍那么多 我都会为了我家的宝宝 为了说 要不然有一个 就是父母带出行的机会 然后我把课穿到平时的晚上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争取一天 或者是半天 带孩子出去 嗯 我们亲子活动一下 每一次跟他约好的事情 他可能就因为朋友的一个电话 然后就跟我说了啊 那个我去不上了 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 我必须得去 我怎么跟他说 他也啊 那不行 我已经答应人家 我说那你也先答应我了呀 而且现在孩子就是 经常会问我的话 就是 妈妈 你说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爸爸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呀 所以这个 为什么爸爸从来不带我出去玩呢 所以这里面的核心是 到底是在工作 还是跟朋友聚会 不陪儿子 是朋友有事找我帮忙 嗯 然后我个人认为什么呢 朋友 既然是朋友 我们必须得有求必要 不是你不能每次 儿子有事的时候 朋友也有事吧 但是这个时候 正好就是可能感染过几次 然后之后就是本来 我可能是有闲暇的时间 然后这时候正好朋友 那边有事求我 就比如说是搬个东西 或者就是说是什么东西 要帮我维修一下 或者是其他的事 看合同什么的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就过去帮忙 这个是我理会 我对不起我儿子 这个我承认 但是这个也不是我想的 因为说毕竟有的时候 也是为了工作 有些时候 有一些伤眼的东西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像您说的似的 跟工作有关的事 其实像我认为吧 每个父亲都喜欢 就是说是也希望 守在媳妇和孩子身边 但是这个现在我认为 我个人现在达不到 这个理想化的状态 因为里边涉及到 太多的东西了 最基本的话 就是说是 说白了是钱 对吧 我想为他们未来 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但是现在是在努力 还没有成果 只不过说 这个过程中比较艰辛 然后我爱人 可能不太理解我 这一方面的 所以刚才你爱人说 儿子说爸爸 是不是不喜欢我 你听到儿子这个话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受 心酸 我心会很疼 但是我也想 有的时候 我自己跟我儿子也说 爸爸什么时候带你出去 但有的时候 因为个人的事 真是因为个人 然后老是把这些事 就是这么多的 连带他出去的时间 都没有吗 不能说都吧 但是绝大多数是 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喜欢带我儿子去洗澡 带他在里边的淘气宝玩 或者是带他去游乐场 去玩 但是这个时候确实相对来说 会比较少一些 在我和孩子的问题上 他总是有很多种的理由 很多种的借口 但是他跟他哥们就不了 他跟他哥们就不会这样了 也不口了 也有时间了 他哥们给他打电话 你别管是修什么东西啊 还是给他哥们做表格啊 等等等等的事情 人家都可以推掉 我们这边的事 去帮助他哥们 有一次最严重的 就是他哥们跟他借钱 他可能认为 我跟他哥们有点矛盾哈 他没跟我说 手里面有怎么办呢 他偷的信用卡 信用卡到现在 他哥们没有还他钱 然后最后就已经逼到 没有办法 他才跟我说 是 因为我那个朋友 就是也是离了 然后说有个孩子 也比较难 然后我认为 他既然跟我开口了 他是走投无路了 然后我就想帮他 后续的话就是说 因为说挺困难的 然后我也没继续逼 但是 他不是说是不还你钱 我觉得重点是 为什么不跟老婆商量啊 因为我怕他说了 跟他说了之后 他会否决这件事 所以说我动了小心眼 我这块 我就没跟他商量 我没说 我觉得 我认为我在他的心中 没有他朋友重要 我回几个月的时候 朋友找他吃饭 然后因为我晚上也没吃饭 四点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两个准备要吃饭了 然后他朋友给他打了电话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 我不能和你吃饭了 我要和我朋友出去吃顿饭 可不可以 然后我说 那也行吧 我说那我不想做了 我说那你尽量早一点回来 然后你给我在外面带一口什么 我就臭会吃一口吧 我就睡觉了 所以一个电话 又一个电话在打 然后告诉我 我马上回来了 我马上回来了 十二点多了 才到家 然后给我买了一堆杂串 放在桌上 他还美其名月 他告诉我 你看媳妇 我给你买的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你爱吃的 你告诉我 我是个孕妇 七个月的孕妇 十二年多了 我还没有吃晚饭 就是我在他心目中 没有他朋友重要 有的时候 我认为有一种人吧 他是什么呢 我自己可以吃亏 我自己可以多付出 但是我不希望朋友为我 怎么怎么样 换句话说 我今天为朋友的付出 明天也会得到朋友的回报 有的时候反而是自己的事 我没有对朋友的事更丧心 这个我承认 但我认为这样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样的话 我会交到一批 跟我很好的朋友 好天真啊 还喜不喜欢 别着情那些事 你在你这么长时间 你一直也没有说 就是 不喜欢过 直接说 对 那肯定是喜欢还是喜欢 你现在就是有些事情 心里过不去 那些 提要求吧 怎么着这男人就行了 一个是我觉得 他要把我和孩子 放在第一位 他就是第一位的 一定是要守卫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 他目前现在 这些小商小贩的事情啊 他已经影响到 我们两个的生活了 而且他的这个 小商小贩并不让他盈利 反而造成了 我家里很大的负担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 回归到我的家庭 回归到我们两个 共同的事业上去 懂 我就问这两个要求 我把这个潜财词 直接翻译过来吧 做个买卖 为了抢投车货 您连家都不回了 您连老婆都 沟通交流的时间都少了 那您到底是在做买卖呢 还是在躲着 这个媳妇呢 还是对这个家 有其他的想法了呢 就这个声音嘛 咱直接把一问 提出来不就完了吗 所以 做买卖是为了盈利 对吧 然后对家里边 没有任何 我也想派孩子 我也想陪媳妇 媳妇想买什么 买什么 孩子出去看到什么玩具 看到哪个 我买哪个 我想 我想达到这种环境 但是以现在的 我不能 所以说 我想通过个人的努力 去完善这一块 能不能达到一个这样的 我们就回归到 生活本质来说 如果咱不开这家水果汤 踏踏实实地在那儿 浇你的架子骨 做其他的事情 孩子和媳妇就过不上 更好的生活了吗 这是我特想问 不见得 但 那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呢 有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如果的话 一个人能处理好的事 我们没有必要 两个人都耗在那儿 你觉得他能处理好吗 最近可能说 是店里的事 比较多一些 对吧 但正常的时候 我们绝大多数 不是说每天都 那回应一下 为什么水果汤亏本了 第一个 是我个人可能没有经验 这个他是经营方面的事 然后选址啊 可能都挺重要的 现在的话就是 不能说亏本了 反正现在没有什么盈利 基本上 我觉得一个男人这样 就是任何一个人吧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任何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我们为了追求 一个想象中的美好生活 而丢掉了我们眼前 绰手可得的幸福 这件事情 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回想起来真的不迟 到底什么是幸福 怎么才幸福 丢掉眼下的一些东西 去追求那些虚无的 抓不着的东西 到底对还是不对 你应该还是爱他 对吧 对啊 我不爱他 我也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毕竟的话 我做这些事挺遭罪的 所以另外有一句话叫 如果方向错了 每往前跑一步 就是大踏步的后退 可能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 好吗 好多 听听他们的建议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一个价值苦打得这么好的人 他愿意去卖水果 卖宠物 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 没有放弃 对生活 对家庭的这一种责任 他在挣扎 他在努力 但同时 我也看到 你是在逃避你的妻子 什么叫寄人篱下 一家人 哪怕他是老板娘 为他打工 也很自豪啊 他叫老板娘 也叫我老婆啊 有什么好寄人篱下 但我是反对 事业 创业 工作 富气当 因为这很容易角色混乱 你看 在店里的时候 把他当老婆了 你把他当丈夫了 有很多事情 不是没有新鲜感的问题 一定吵架 到家里了 你把他当员工了 能不吵架吗 所以有很多的 富气当的生意 为什么做不下去 就是 动不动就吵架 但当然 也有非常好的 夫妻当 亲子刚才的要求是 你要把我和孩子 放在第一位 但换位 你是不是也应该 把他放在第一位呢 如果双方都放在第一位 沟通还会成问题吗 让两个人 真正走在一起 这样的婚姻 才是长久的 谢谢 谢谢伯红兄 许总 家里谁做主啊 还用问 那车是谁的呀 车也是我的 平时你开对不对 不 都给他开 那天为什么是你开呢 那天是因为 老板想玩吧 司机歇一下 老板想玩一下车 所以你跟他说下去 我说了吗 你都忘了 对 我不记得了 所以你看 这么伤人的话 你忘了 你忘了 问题就出现在 你忘了 你可能忘了很多事情 最核心的事情 你忘了尊重一个人 想必在生活当中 你很强势到 习以为常 你不知道自己 到底哪出了问题 哪句话伤了他的心 你无暇去顾及 他的内心感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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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夫妻关系 非常的糟糕 就是你们目前的婚姻状况 是很令人担忧的 是 你们是曾经很有感情的 是因为相爱结合在一起的 但如果在婚姻关系中 没有找到一个 适宜长期健康 去流动情感 是一个正向方向流动的 一个情感状态的话 真的有一天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你们两个谁的错更多一点呢 我不好评估 但是全部都是反作用的 先从男生说吧 你最大的问题 是不接受自己 不认可自己 不认同自己的身份 不认同自己的角色 也不认同自己的能力 你现在适合的状态 就是踏踏实实地 把孩子教育好 陪伴好 然后在自己的家里边的 机构去做一份工作 赚一份钱 有一个社会身份 我认为这是最适合你的 你在他面前 总觉得自己 低人一等 钱也不如人家挣得多 外场上也不如人家能干 那谁说一定 社会价值创造得多 在家里边就是 最有发言权那个呀 不是啊 我们看到很多 无论是男主外女主内 还是女主外男主内的人 只要两个人平衡好 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角色 一样都是成功的 你没他有本事赚钱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呢 我就是没有我老不能赚钱 他挺能干的 我扶持好他 我在这个时刻 我的任务就是 有一份工作 然后教育好孩子 我觉得这是重中之重啊 你为什么舍本求没呢 你为什么放弃 明明能够好好陪伴孩子 成长的机会 去做那份 你根本赚不到钱的工作 为什么 你不认可自己 你不接受自己 你老看低自己 所以不是他不信任 你不看好你 不尊重你 是你自己就看不起自己 真的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如果你能在这个家中 天天陪着孩子家里 真的是干干净净 然后让孩子开心地成长 让老婆觉得回到家 我就很开心 和我爱人在一起 我就身心放松很愉悦 你就是成功者 我真的觉得 你应该去好好思考一下 好不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周老师 委屈吗 不委屈 真的吗 这三个老师说完 你一点都不委屈 他们都说对了 也不是 委屈吗 知道为什么那么委屈吗 因为从结婚开始 你从来没有感觉到 你被爱过 所以你爱他吗 先生 爱 你哪里爱他了 哪儿都爱 你从来不爱他 你真正最爱的只有你自己 如果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说 老公我看上一条四百块钱的衣服 男人说 对 我就是拼了自己权利 要给这个家赚钱了 四百买了 你说不行 四百太贵了 我怎么对比的 两万块钱朋友让你借钱 你宁愿刷卡 你都愿意借啊 你明知道这个朋友可能还不起 所以四百和两万 你宁愿选择两万的给了外人 你不愿意选择四百给他 我再问第二个 你真爱他吗 真的 他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 他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 为什么不回家给他带饭 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 整整八个小时 你没有回过家哦 你没有关系过 媳妇儿你吃饭了 没饿不饿 别把我儿子饿着 别把你饿着 你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当他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回过 你爱他吗 你告诉我这叫爱 爱 爱他为什么不打电话 爱他为什么不先给他 拿了东西回去 你说媳妇儿来 你先吃着 我再去跟哥们喝酒 为什么不这么做 你爱他吗 你爱的是你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去说你 我是希望 如果你真的还在乎这个家的话 在待会儿你跟你妻子的沟通当中 真正的去道个歉 去真正的懂得珍惜 和懂得去爱护 曾经爱过你的人 也许他的表达方式不对 不如你意 但是他所有的行为 是最爱你的 因为那两万块钱 是他给你还的 孩子是他在管的 你们家现在所有的 如果还有漏洞的话 是他在赌的 他脾气变得这么不好 是因为他没有得到你的爱 所以他希望得到你的爱 他可能说话口不择言了 但事实 他所有的行为 真的是在爱你的 所以你们的路要怎么选 我觉得全靠你们 我们只能把我们看到的 说给你们听 但是最后的路 可能对你们来讲 艰难且漫长 你们才能把这个 你们的婚姻的正果修得好 谢谢小彭老师 特别感慨 就是这是 特别典型的中国夫妻 你马上可以找到一个词 叫远交近公 所有外围的人都交得特好 看见了吗 但凡身边人 一定对他冷漠 与人为善 人家是外人 那人怎么对你 你都是我的人 那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 这是在现代婚姻当中 最可怕的 然后你就想到第二个词 叫亲者痛 愁者快 你做的所有事 亲人都特别难受 外人其实挺开心的 你发现 哥们弟兄多开心 对吧 孕妻在那哭泣饿着 一个结了婚的男人 老婆怀了七个月的身孕 四点钟叫出去喝酒 十二点才放回来 这叫啥朋友 我其实还挺尊重他们 我尊重来自于什么 就是他们没有躺平 他们努力向上生长 只不过你们有些思维方式 我觉得欠途 就好好过日子吧 太不容易了 就踏踏实实的 把你们那个小培训班 做好了 慢慢的去做 不要做生堂 真的别做生堂 多累啊 是吧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师父 我错了 我错在对幸福的理解 我认为 幸福是我能给你达到一定的物质满足 让你和儿子过到更好的生活 但现实上可能不是 以后我改 家庭奔着同一个目标 这样才是幸福最终的形态 那个目标你给我定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 加油啊 好好生活 加油加油加油 来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金云APP 天洁FTV 网络电视 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欢迎登录 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看他们怎么再相见吧 来 请开门